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子和公主的生活了 但是这个时候横插进来了一个人 让我特别懊恼 这个人的名字叫男闺蜜 首先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爷们 你们的女朋友有没有男闺蜜 她最掏心窝子的话说给男闺蜜听 最漂亮的衣服秀给男闺蜜看 甚至你打开她的朋友圈 你看到亲爱的 摸摸答也是那个男闺蜜 而不是你 我想男闺蜜已经成为我们所有男生的一个头号情敌 记得我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刚跟她在一起 我们一块去图书馆自习 我看她一直在玩手机 我就说 哎呀 还是别老玩手机了 她说嗯 我在跟我的小规规聊天呢 小规规 我看那图片是个男的呀 我当时心里特别奇怪 但是男生都要面子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后来第一次见到那个小规规 是在她的生日聚会上 我远远地打量了她一下 嗯 还挺帅的 但我觉得我更帅 我又看了她一下 还挺高的 但我今天电影内增高 我一直表现得很大气 我说你好 我叫黄思维 很高兴认识你 但是 当我看到她给她夹菜的时候 那种难受的滋味我说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我是男生啊 我要面子 所以我忍了 后来又隔了几天 有一场大片要上映了 那个男演员是她最喜欢的 所以呢 我早早地买好了电影票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 我们下午一块去看电影吧 她说啊 那个我下午有约了 要不下次吧 我只好约我的摄友一块去看 看完了电影之后呢 我就看到 那个男闺蜜同学 很拽地走了过来 哎 这种电影这么烂 下次我跟你说 这种烂电影啊 你自己去陪女朋友看 啊 那个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不请我吃饭啊 我当时那个生气啊 我觉得 凭什么呀 但是我是男生嘛 我要面子呀 我只能说 好 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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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特别特别生气 我邀了我几个好哥们 一块出来喝酒 酒过三熊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给她打电话 咆哮我所有的愤怒 我所有的吃醋 我所有的小情绪 但挂完电话之后 我就后悔了 于是我去宿舍找她 但是我却 我在宿舍楼下 我却看到 她趴在那位 男闺蜜的肩上 哭得很伤心 我只好转身走了 其实 我们作为男朋友的 可能会很呆 我们也可能会做错事 从我们在一起的 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我会为你变得更细心 变得更体贴 我的确不喜欢 那个男闺蜜 像定时炸弹一样 在你的身边 但我并不害怕跟她比 只是我希望 我可以成为你 最好的那个男闺蜜 我希望你有心事了 能够第一时间跟我说 你累了 委屈了 能第一时间找到我 你有困难了 能够第一时间 找到我帮忙 我有信心 我也相信我能做好 我能够成为你的世界里 除了你爸以外 最爱你的那个男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